我媳妇嗓子疼感冒了 因为怀孕了吗不敢吃药 难受的哭了 走吧 我给你上医院看看去吧 你老在家难受也不是个事啊 去了看看有没有能吃的药啊 你是从网上看着说是有的药能吃那咱不问医生咱也不知道啊 屁股也疼 喉咙也疼 晚上也睡不好了 哎呀 你在家都都难受的 都情绪都不稳定了都哭了 回个孕太不容易了 我不能躺着 我一躺着我都喘不上来气 你怎么做人不开房子屁股啊 也不知道是咋了 前两天一直在开房车在外边玩 然后又说因为产检回来了 回来 头天就不舒服了 就觉得嗓子有点堵的 我昨天也觉得有点嗓子有点堵的了 但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房车里玩 没有接触过别的人 我估计就是累的 要不然就上火了 不知道咋的 然后现在说特别难受 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昨晚上就没睡好是吧 嗯 昨天晚上躺下去就感觉 有东西堵着 然后还有他还特别疼 腰店哪个小 那不行咱得上医院 咱不能上腰店自己下买腰 这怎么可以上腔炼下买药呢 那人家不敢给你开的 人家不敢给你吃的 你就 就挂个急诊 上医院很方便的 人家让人看看 人家觉得能吃点啥 咱又吃点啥 不能吃咱就不吃了 只能忍着那没办法 对吧 人家得看看是什么什么症状 什么什么原因啊 咱自己不懂 咱不能 瞎 瞎那个啥呀 现在 又是特殊情况 特殊时期 他又弄了这个柠檬水 然后又给他搞盐水 漱口 反正是治标不治本 去医院看一看吧 媳妇 这样的话咱也放心 行吧